白西装亮相 眼前的高云翔看起来温文尔雅 但其实他才刚刚杀青了 和范冰冰合作的新戏迎天下 而戏里他演的则是和现在这个形象 差别很大的霸气秦始皇 秦始皇当然有难度了 非常非常大 但是没有什么压力 秦始皇被各种演员演绎过了无数次 这回高云翔的表演却似乎不太一样 这次其实秦始皇的感觉 没太走那种霸气的 想尝试一些新的诠释 因为我们一提到秦始皇 肯定很多人都会说霸气这个为先 但是就是因为我演了《一曲王》之后 我想在演影证这个角色的时候 想有一些区别因秦始皇的颜色 《一曲曲》 芈月 你动手啊 来到什么 《一曲曲》 《芈月传》里高云翔饰演的 《一曲王霸气逼人》 但这回 饰演秦始皇除了霸气 还要夹杂了许多其他的特质 看来采访之初 高云翔坦言这回的表演有难度 不是说着玩的哦 我觉得秦始皇这个人物更多的 我这次加入了很多的一些 眼神上的细腻的一种 神经质的感觉 对 因为我读了一些史记 然后我会觉得 他不光是一个暴君 一个霸气的人 还有很多一些 从他童年的时候一些不如意 当他一登基的时候 他那种状态 不光是两个词霸气形容的 对 很复杂 高云翔在戏里 和饰演八卿的范冰冰 有着剪不断力 还乱的感情故事 一个是复杂的秦始皇 那范冰冰饰演的八卿 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他一直是以霸气著称 对 但是这个戏吧 他就在我面前就会 这个角色 确实他收敛了很多 他之前大家的那种 对他的定位 范冰冰收起了霸气 难道是高云翔 这位秦始皇把他给收服了 那你觉得你有降服他吗 看戏 看戏了 你也看戏 我今天现在说太多 大家没期待 亲密大线上海采访报道